一鸣二运三风水 崇拜的一个主宰宇宙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天地无边无际 不便把他具体化 大多数庙宇没有天地的塑像或画像 只有天地卢来象征无处不在 无实不灵的天地之神 民间称天为老天爷 天老爷 天公等 相信人间的一切祸福 最终均由天地 在发迹通派时 欢天喜地感谢他 遇到危难或不幸时 也总要呼天唤地祈求他 无论什么祭奠 都少不了要先拜天地 再拜其他神灵 由于天是无形的 渺茫的 面对茫茫的天进行祭祀 心里总是觉得不够踏实 后来 百姓把天人格化 认为天庭上居住着众多的神灵 最高统帅是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就是天的化身 而土地是农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古人看来 土地能生长五谷 工人享用 给人类的恩惠莫大于焉 因此 就塑造出主管五谷的土地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统一王朝的出现 抽象化的土地之神的地位 已大大下降 自然崇拜的色彩已渐渐消失 转而变为具有人格化的土地神 民间称为土地公 土地爷或福德正神等 其神像多是衣冠束带 白胡须 手持金银宝 完全是一副福手相 土地公的职能 虽然与百姓的生活最为密切 但他是诸神中最低级的小神 经常独自一个居住在人们为他大概的小庙里 后来有好事者 也许是怕他寂寞 就给他配了一位夫人 称为土地婆或土地奶奶 在农村的田头地角 屋前宅后 街头巷尾 经常能看到写有福德正神的小石碑或小石刊 那就是土地公庙 数量之多为各种神庙之馆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供奉福德正神 甚至连猪篮牛圈也有土地公守护 民间传说 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的生日 也有的说是六月初六或腊月初八 人们在土地公生日这一天杀鸡宰羊 祈求土地公宝又人间五股丰登 称春祈秋宝 闽南地区在春秋二季都要祭拜土地公 并且还经常演戏筹写土地公 后来春秋季社逐渐形成一种节日般的集会 叫社会 近代以来 农民在每月初二 十六要烧香祭祀土地公 俗称作芽或芽祭 作芽除二月初二的头芽和十二月十六的尾芽 比较隆重外 其他祭日的祭礼简单 祭品也不太讲究 土地公信仰 各地大同小异 台湾的土地公最早也是由大陆移民带去的 因为早期的移民多从事农耕生产 他们中年开垦土地 所以把土地公当作自己土地的守护神来奉祀 最初奉祀土地公都利用自然岩石或大树 并且在岩石上或大树下绑上红布条或红纸 上书福德正神 便加以崇拜 后来 严禁岛利用一地上好的木板刻上福德正神 再由卢主轮流带回家奉祀 最后 严禁岛由各村部共同筹建土地公庙 台湾的土地公庙的数量最多 据统计 1928年台湾有土地公庙669座 占台湾寺庙总数的19.25% 台湾的土地公的神像 通常也是衣冠束带 脸颊丰满 一副扶手响 在山林中供奉的土地公 多气着老虎 在闽台民间 老虎被称为虎爷 是土地公的角力 一切要听从土地公 没有土地公的许可 不敢伤害人 明台许多土地公庙的神桌下 安置一尊老虎 赌徒相信 其张开大口像 争着把钱财咬进来 故赌徒经常败虎爷 小孩子换腮现言 传说只要在孩子脸上画虎字 即可消肿 关于土地公的来历 台湾民间有多种说法 或传说土地公为周朝 一位收税官叫张福德 为人公正 能体恤百姓的困苦 做了许多善事 但他死后 接任的水官 上下交争 无所不欲 民不堪命 这时人们想起了张福德为正的好处 于是建庙祭祀 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 比较流行的另一传说是 土地公园名张明德 使周朝人 为上大副的家仆 主人在京任职 其爱女私妇心切 每日以泪洗面 张明德看了 心里难过 于是就不远万里 护送小姐进京巡富 不料在途中遇到了大雪 天寒地冻的 小姐身体虚弱 几乎快要被冻死 张明德就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小姐穿上 而自己却被冻死了 天上的姚池主人金木娘娘 见张明德舍身救弱女 身名大义 敢起心疏善良 就封她为福德正神 即成为后人所称的土地公 在中国民间 土地神也被视为财神与福神 因为中国民间相信有土自有财 因此土地神就被商家奉为守护神 其供奉的土地庙 属于中国分布最广的祭祀建筑 据说它还能使五股丰收 因此很多人就把土地公营进家里祭拜 一般家庭的厅 唐武神中必有供奉土地神 家中没有供奉土地神的 也在每月的初二十六 在家门前设相案 竹台供品祭拜 不过一般农家则是以每月的说 望两天 也就是初一和十五祭拜土地神 一如何拜土地公才正确 每初一 十五在屋内白白 放一张高桌子 桌子上可敬拜水果 供品 如土地公爱吃的土豆 麻薯 酒 金纸 三色金纸各两只 念着 奉请福德正神 十方土地公 给我加持 十飞舞 小人闪 贵人来扶持 弟子敬拜 香烧过十五分钟之后 即可烧金纸 烧完金纸后 再以真过三逊的酒 洒在金纸上 初二 十六 在屋外或阳台上摆摆 念着 十方土地公 请您来领收 请您来发财 请您来保佑 给我做事会定 行行会赚钱 做事的人疼 二 祭拜土地公的禁忌 祭拜土地公禁忌不多 但传统上 医子时 祭拜最多 祭品主要以土地公 最喜欢的土豆 麻薯 酒三大系列为主 加上个人准备的生品 水果都可以 根据庙方人员说 土地公不像天神 官为大禁忌多 比较像是基层的 邻里长班亲民 所以 与一般庙宇禁忌相同 家里有丧事或女人生理期 不拿相宜首拜 算是唯一的禁忌 至于参拜的时间 以此时最佳 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据说是因为这个时间 土地公刚起床比较清醒 祭品也有学问 拜土豆吃到老 麻薯年前 酒活得长长久久 祭拜地土地公 不止求财 还有人求子得子 拜完的民众 可以摸摸庙前的土地公 胡须代表长寿 元宝求发财 拐杖加关键部 三 家附近的土地公庙 一定要拜 不论求财 求事业 或是任何你想要求的 应该先从自己身边开始 先拿人际关系来说好了 常常拜访相对于一年只送一次大礼来说 一般人还是会比较喜欢常常来拜访的人吧 神性其实也是人性 如果能常常去走动拜访 神明通常也会跟这个人比较有缘 自然就比较容易帮忙这个人 所以家里旁边的土地公 其实是不可不败的呀 例如每个月初二 十六 都是我们拜土地公的日子 尤其在每年农历二初二日 一般说为土地公的生日 但正确为土地公任职日 又称为头牙 工商界就以此为新年度第一个祭拜土地公的日子 准备三生及丰盛的贡品为土地公庆生 也庆贺他的道人 希望借由他的庇佑 让今年能够得到平安丰收 四 祭拜土地公的禁忌 偏方 根据庙方人员说 土地公不像天神 官微大禁忌多 他比较像是基层的邻里长般亲民 所以与一般庙与禁忌相同 不过家里有丧事或女人生理期 不能拿香而要以守拜 祭拜地土地公不止求财 还有人求子得子 所以拜完的民众 可以摸摸庙前的土地公优 地公庙前 若有可以公民中触摸的土地公神尊 摸哪里也是大学问哦 摸摸土地公的胡须可以保佑你长手 摸摸土地公的拐杖可以保佑你升官进步 摸摸土地公的元宝可以保佑你裁员广进 把好运连同带到自己身边吧 五 准备招财小物 土地公也是掌管我们财运的正身 若你想要财运好 离你最近的土地公可别忘了巴结一下 跟他老人家讨好交情绝对有用 但当然平常善事也别少做了 有的土地公庙会特别为信徒准备招财小物 像是钱母 招财红包等 大家到土地公庙求财时 别忘了可以带一份 但要记得过香炉和谢谢土地公窝 六 最适合拜土地公的人 在个人紫微斗树的命盘中 天同心能亮强的人 或农历生日为2月2日的人 均很适合拜请土地公和土地婆做一父母 与神明拉近关系 他更会保佑你呦 因为世界上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啊 但要行端心正的人 才有福报占入到神明之庇佑的凹 常常怀着感恩德心 答谢培育我们的大地之神 这样的人当然会有福报